我小时候啊 我们小时候 疯玩在院子里 一到吃饭的时候不回家 家长就在喊 喊谁家的孩子 喊就喊回去吃饭嘛 我们隔壁有一家姓素 这个宿舍的素 他给儿子起名字叫许 所以他每次喊他儿子吃饭的时候 他家长又是一南方人喊 素食 素食 给他累死了 那没多大声 你听我这名字 哪里都一喊 我那隔二里路都听得见 所以你这名字一定要声音亮 起名字有什么办法呢 有办法 没别的办法 就是翻词书 你看大量人抱着词书 现在有人抱着诗书 争取从这唐诗里 给选出一名来 现在大量的人花钱取名字 那街上啊 这个有好多叫起名斋 给你起名字 这地儿啊尽量少去 为什么呢 如果你跟他聊一聊 觉得这人学问非常大 我觉得还可以 如果有的人没啥学问 他估计起那名都差不多 要按规矩说 我要给你起名 我就是没给一个人起完名 这名字就挂墙上 挂墙上什么意思 我就不会再用这名字 如果你没有这一套 你进去去起名字 你别以为你拿着那名字 有多高兴 那名字和前面的人 可能是一个名字 这人一名字卖好几回 卖烧几回 卖几十回 到时候一查 户口本 除了姓不一样 你要赶上姓一样 那你名字都一模一样 那么取名这事 有没有忌讳 有忌讳 第一个忌讳 就不能跟自个儿的祖先 跟先贤重名 是吧 你跟先贤 孔孟 你直接重名 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对不对 你跟皇帝重名 也不合适 你跟这个历史上 著名的人物 这个重名 不合适 比如你姓欧阳 你非得叫欧阳修 你说欧阳修不行 我叫欧阳荀 你叫欧阳什么也不行 因为那名太有名了 所以这东西要避讳 避讳过去 当然过去比较严格 首先是避国会 国会 我们讲过 这个宁波过去叫明州 大明国一成立 这就是避国会改成宁波 避皇帝的会 皇帝叫什么 你就不能再叫 那今天倒是没这规定 你非得叫就叫呗 我还见过一个人叫郑呢 就皇上不称字你郑吗 我就认识一个人 就叫 咱就别说人姓了 说人姓是吧 他就叫一单字叫郑 我当时第一次看他这名 自个儿都惊着了 比如你过去 有很多文学或者说历史上的名人 他有名 关云长 你姓关 真的别叫关云长 你叫关云长 一定从小到大被人挑 就是被人取笑 是不是 所以 对于历史上的 这种有名的 人 不管是虚构的 还是真实有的 你比如文学上 贾宝玉虚构的吧 你姓贾 叫贾宝玉 你试试 你姓林 叫林黛玉 你再试试 你从小到大 别人都会拿你的名字 开玩笑 那么再有呢 就是忌讳什么呢 忌讳 生批字 生批字 这个字你都不用 你去 你弄一个字 你天天跟人解释 有的字还好解释 我不是说吗 你能起个生批字 最好也能读半边 如果你这个字 人家读半边 读不出来 你老得告诉人家 因为人记不住啊 比如这个 最初演那个西游记 诸部界的那个 马瑞 他现在叫马德华 他为什么叫马德华 他自个儿就说过 说他的名字叫马瑞 我们现在好在有一个歌 叫九干他梅舞 那唱歌的叫苏瑞 大家会慢慢慢慢认的这字 一开始没人认这字 你一草子一内念什么呀 连我都念不出来 所以呢 他说他一看命 人就念 说马内 念半边 不是他 他自个儿知道念的他 只好硬着头皮去 不认识呢 觉得自个儿有点学问 不念那 念丙 加一丙丙丙丙 加一丙不是丙吗 马丙 马丙 他忍着 这个 人家念什么 他都往前冲 终于有一天人家念 马肉 好 他一下就说 我这不改名不成了 改一大白字 你总认的吧 叫马德华 马德华 所以他自个儿说的 叫马肉那天 他就改名叫马德华了 你看啊 名人起名字 名人起名字 比如 毛主席给他两个女儿起名字 黎敏 黎 黎 这字 谁念都念 黎那 我从小时候听 毛主席俩俩女儿 黎敏 黎那 这个话本来的意思是 敏于行 而 黎于言 黎 木论 对不对 我们经常说这人木论 木论你倒认得 单独把这那给弄出来 把你倒念到了那 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呢 当然是毛主席起的 咱不能说什么 这字这音确实太难发 是吧 这个曲名是这样 曲名没学问不成的 学问太大也不成 比如张太炎 张太炎大学问吧 张太炎没生儿子 生了四个女儿 这四个女儿 他起这名字 我的妈呀 他这一字都不认得 长女 叫张礼 这礼字啊 就是四个叉子 啪啪啪 打四个叉子 叫张礼 这个意思是 西疏明朗 那么 这是长女 那他的四女叫什么呢 这字太难念了 这字是四个幼字 四个幼 叫张四幼 刚才是张四叉子 这张四幼 这字念拙 你叫张拙 但这个字呢 有四读 也念立 也念乙 乙就是张网的意思 张开的意思 也念绝 绝是迅速很快的意思 所以你念什么都对 他第三个女儿呢 是四个公子 公人的公 四个公子 叫张展 就是展览的展的古字 第四个女儿呢 是四个口 念 极 极 张极 你说这念的多别扭 是众口喧哗的意思 也可以念张雷 就是打雷的雷的古字 甭管他念什么 你看这多的学问 这四个字 恨不得有十个音 就我们这个 没法念 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好记 就是张四叉 张四用 张四公 张四口 这倒记住了 所以学问太大 也是一麻烦 还有就是 这个取名 切记绕口 这绕口 很多字读起来 非常费劲 你比如 叫 沈济济 沈济济 张昌 你听到 就是张 公昌张 昌 是 昌 我都念的啰嗦 张 昌 不是 张昌 你看他念着很别扭 这个有很多人名呢 他因为音 他生母和他的孕母都是一个孕 所以你读起来 读快了 读不清楚 所以取名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想办法回避 因为过去为什么经常取这种 就是你念起来非常接近 孕母非常接近 他有时候他是用地方方言 他这个方言中他不这么念 他要到标准化的时候 就变得非常难念 我觉得这 这个取名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这个 武德始终说 元代呢 是土德 土德 这个武德呢 是中国 这个战国时期的阴阳家呢 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 他武德指的是什么呢 叫木火土金水 我们一般说金木水火土 是吧 人家不按这顺序 叫木火土金水 所代表五种德行 始终呢 是指武德周而复始的循环 那么这个学说呢 用来看历史变迁的 黄朝兴衰呢 他就可以做一个解释 那黄朝呢 很多最高的统治者 常常说自己 奉天成运 奉天成运 成运呢 就是按照这套逻辑 按照这套逻辑 所以朱元璋的儿子 取名都是木字边 你注意看木刻土 比如永乐皇帝啊 叫朱棣啊 一木字边 长子叫朱镖啊 朱镖 木字边 你知道 凡是一看这木字边的 都是 都是一代人 一辈人啊 下一代呢 木生火了 所以建文皇帝 叫朱允文 这文呢 就是一伙子边啊 这个红锡皇帝 朱高赤啊 这个赤热的赤 一个虎字边 再下一代呢 火生土 宣德皇帝 朱瞻鸡 这鸡啊 注意看 这鸡底下是一土字 再往下呢 土生金 所以正统皇帝 朱祁镇 景泰皇帝 朱祁玉 这是哥俩啊 都是镇和玉 都是金字边啊 再往下呢 金就开始生水了 生水是谁呢 就咱那成化皇帝啊 水性 他不是水性啊 不能说人是水性洋花 人直接贴着万贵妃 一点都不洋花 朱建身 这身不是三点水吗 水子边 再往下呢 水就开始生木啊 因为水养木嘛 哪个植物不浇水啊 红志皇帝呢 就叫朱又堂 这堂字又是木子边了 然后再往下呢 木又开始生火 这个正德皇帝 就是朱后赵 这赵字下面这四个点 就是大火啊 四个点全是火 正德无子 没招了 把这传位呢 给了嘉靖皇帝啊 朱后聪 他这个顺序啊 就按照武德的顺序 开始轮回 这叫什么呢 这叫套路 这套路啊 后来不这么套啊 后来的人没这么讲究 不想这么千年大业 万年大业的 不想这事 就想自个儿啊 你比如我们 1949年一建国 叫建国 国庆的人特多 那天左右的人全叫建国 然后到了五几年啊 我们抗美元朝一打起来 叫元朝的人 我直接就认识叫元朝的人 好几个 叫元朝的 叫复朝的啊 复朝参战 叫曾朝的啊 为什么增加了 后面又增兵 叫抗美的 叫超英的啊 那都58年 超英赶美啊 超英赶美 这个叫超英的人就很多 然后到了文革的时候 叫什么呢 就直接叫文革啊 叫文革啊 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时叫卫东党啊 叫卫兵党啊 老百姓呢 基本上都这路子啊 就是什么 起名啊 就是金银铜铁锡 刚才说这个五行啊 人不按五行的路子 全是按金属走啊 你比如老百姓叫金锁的 是吧 叫银锁的吧 叫铜锁的吧 你在电视剧里全看过 叫铁锁的吧 没有叫锁锁的 叫锡湖啊 锡湖 那么老百姓的起名呢 这套路呢 都是一俗套路啊 就是 就是人云亦云 所以这起名呢 一定要要有一点讲究 那都什么讲究呢 第一个讲究 就首先避凶恶啊 避免凶恶 不吉利的事不能叫啊 什么叫不吉利的字呢 你比如叫龙的人多的吧 没有人叫蛇吧 对不对 叫这孩子叫张的龙啊 你不能叫张的蛇吧 叫张小龙 也不能叫张小蛇吧 所以你看 这个叫不吉利 其实蛇啊 在我们早期的文化中 还挺吉利的啊 第二呢 就是起名字的时候 我们建议啊 男女有别 就是过去啊 有的那个男人起女名字 经常闹误会啊 我记得好像我认识一个人 叫什么什么什么花啊 就那花 他一报名字 大部分人都会认为 他是个女的 不 他就是个男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男女起名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用字啊 用字要考虑性别因素 防止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呢 有麻烦 再有就是国人起名字 切记 宠阳没外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种 不好的倾向啊 你比如说 现在有人起名 照着四个字啊 四个字呢 四个字是这样啊 比如有人叫田中惠子 你这一听就像日本人嘛 那至于起什么 李约翰张彼得这个事啊 民国流行过一阵子啊 现在可能又有流行 起一名字特阳 一听想翻译的 这就不好 我觉得还是中国人 就起中国特色的名字 体现自己的文化 那么再有就是什么呢 名字中呢 切记使用生批字啊 这生批字呢 麻烦 你生批字啊 就是你在户口登记啊 办理执照啊 银行存款啊等等 这些都很麻烦啊 你包括买个机票都很麻烦 你比如我们 这个单位就有人啊 我们单位就 人那名字就比较生批 那生批呢 认到好认啊 就你不认识念半边 就没念错 他们一到机场 每次都要去多盖一张 你想出门多麻烦 所以这名字呢 就要 要要要要要注意 不起这个生批字啊 但是未来 我想未来呢 可能加强电脑管理啊 是中国字 应该都可以起名字 但是我觉得 还是以常用字为主 还有这起名字啊 这个不易使多音字啊 这我说这次 我都没什么底气 我这名字里就有多音字 比如这个都字就念都 所以我过去啊 坐飞机的时候 有时候听那喇叭里广播 说那个 有一位乘客 还没有登机 马尾都 马尾都 我恨不得捂那喇叭去啊 我知道喊我呢 但确实也不是喊我 就是这多音字 有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有多音字呢 你会 别人要问你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有时候念错了 也很麻烦啊 因为现在有时候是 拼输入 你知道我那个机票上 经常打的就是马尾都我都能看出来 再有呢 就是我们起名的时候尽量不起单字啊 单字呢 它非常容易重复 据说有统计嘛 单字重复率 那就高达66%嘛 双名的重复率就降到33%嘛 就基本是这么一个概率 就是你多起一个字 你就重名的可能性就降低很多 还有呢 就是我们尽量的起名字 说动点脑子啊 别弄一个特简单的名字啊 你知道这个国家 这个对这个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 进行抽样调查呢 说你知道叫建国的有多少人吗 就是每57万人里就有630个 叫贵英的多达1000多个 1300多个 那这种比例呢 就重名的这个概率就太大了 重名的这种尤其你那个姓氏 大姓啊 你比如张王李赵这种大姓 你再起一个普通名字 就非常容易跟人家重名 我估计今天叫什么王立 李伟的这种人 李娜就多了去了 所以呢 就是很容易重名 这重名呢 就有时候会麻烦啊 取名的时候呢 因为中国汉字都是一字一音的 所以要注意他的发音 如果他发音非常接近呢 你念起来很麻烦啊 比如你这个 你起名字啊 你的育母非常接近 你在家里的音都是收的 比如李尼利 李尼利 这仨音捏在一起念起来 李尼利 你念快了都念不出来 我这舌头都捣不过来 还有这些支支支支支支 这些发音部分呢 都起名的时候 一定不能太多 一定要避开啊 如果不避开 你念的时候就不好 名字最后的声音 最后一个字应该亮 再有呢 就是 就谐音贬义啊 贬义啊 你比如有人姓卢 叫光辉的辉啊 卢辉啊 你说卢辉渣子 这肯定不行 一定会被同学耻笑啊 据说还有人叫公安局的啊 什么叫公安局 姓公啊 姓公的多了 公好几个公姓啊 公子珍是一个公姓啊 公还有这个公廷的公 也是一个公姓 还有姓公公 这个公司的公 都可以姓 姓公的姓很多 岸呢是岸边的一个菊花 听着非常诗意啊 但架不住你姓公 就要叫公安局了 所以这个都要小心 就是念完了以后 多念一念 看看别人 是不是那么回事 你比如 我原来啊 我小时候有个叔叔啊 就是跟我们家很好 他叫林医生 就是一二三四的一 生命的生 林医生呢 是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呢 很多人不知道 是他的名字 所以见面直接呼他的名字 叫林医生 以为他是个医生 你比如原来我的那个 好朋友秦公 他名字就是 就叫秦公啊 叫秦公呢 那因为我们中国人直接 尤其生人直接 直接呼名字 是不礼貌的 但是他就叫秦公 叫秦公 很多人以为这是官称 所以谁见的都直接叫名字 秦公秦公 以为是张公李公呢 所以我觉得 起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还有呢 就是这个 起名的时候 特别忌讳啊 就过于夸赞 就别把这事 弄得这个太过 比如特生猛的 什么好啊 强啊 猛啊 刚啊 闯啊 这个你叫不上 那个女孩子呢 又不能 那个就是最艳俗的那些字 花呀 瓶呀 艳呀 桃啊 柳啊 这个都要小心 就是这些名字 都要想办法呢 就是规避它 不要去叫 除非你起的惊觉 你把这个字 欠在哪个位置上 惊觉 跟后面又有词意 那就比较有意思了 名字还有啊 就是你要真的起出来 这个字形要好看 字形什么叫好看呢 你比如我有个朋友 前一段时间 生个孩子 生个女儿 要是让我帮着 给起个名 我就给他起个名 想了想呢 他姓袁 袁 袁是凯的袁 我给他起个名字 我说你名字是想要 这女孩子名字 想女性一点呢 还是想中性一点 还是想男性一点 他说中性一点为好 那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袁微木 微呢 是微小的微 木呢 就是木头的木啊 精畏 闲微木 可以添沧海 来自于首诗 那么 你注意看啊 第一发音 圆 微木 木是 音是下滑的 因为他前两个字呢 都是音平阳平 圆 微 木 这是平平字 那么字呢 你看 圆这个字呢 是上下结构的 微呢 这个字是左中右结构 木是独立结构的 所以这个字写出来呢 木是这个字 比划少 就四块 微字比划很多 所以从字形上讲的 这个字 从签字的角度上讲 也非常好看 所以这是要考虑的 这个 我记得啊 好多年前啊 我有回去跟朋友吃饭 吃饭的时候 那时候刚开始有手机 有手机的 拿着手机 人家给我 一朋友打一电话 说呢 我说这个 一朋友姓孟 打一电话 说这刚生一儿子 特高兴啊 说能不能给起一名 我这正吃饭呢 吃饭呢 我想了想 我这台头一看 好 有意思啊 这朋友别来找我啊 我告诉你 当年怎么起的这名字 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啊 叫 孟姓孟 叫孟回鱼 回是回旋的回 就是回旋鱼地啊 一个回字 一个走只 鱼是鱼地的鱼 我说人生做事 一定要有回旋鱼地啊 我说这意思行不行 他说行 孟回鱼啊 这个字形呢 孟是上下的 回是包容结构啊 这个字呢 也是这个鱼字呢 最后比较舒展 因为签名这个 最后这个字 比较舒展 容易签得好看 很高兴 我这名字怎么起的呢 是当点菜 正点菜呢 这电话就来了 来了 正好看了一菜 叫红烧回鱼 我一看 红烧回鱼 孟回鱼 正合适 就这么来的啊 只不过把这俩字给改了 谐音 今儿这朋友听见这事呢 应该高兴 这事已经 这孩子已经二多岁了 估计快三十了 中国移动都有三十年了 你看这起名字有多重要啊 我现在跟你说这名字啊 我们说一个事 你知道它有多重要了啊 这名字要起的好 我们有很多大画家 那名字都是艺名 都是后来改过的 如果按照他那小名 直接叫啊 肯定不行 你比如说 齐白石 这名字大吧 如雷贯耳吧 你知道中国一个画家 肯定就知道是齐白石 齐白石小说叫阿芝 阿芝 叫齐阿芝 这画就差点意思 这价钱上不去啊 张大千 你听这名张大千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张大千如果叫张富贵 你想想这瓶 你说买一张张富贵的画 这画肯定值不了钱 所以画家都要改名 过去演员也改名 过去那大演员 都不叫自个儿的名字 都是改过来的啊 我都记不住了 我去电视博物馆去看的时候 那墙上那个所有的演员 他本名是什么 他后来改的名叫什么 你知道什么蝴蝶啊 周璇啊 金燕啊 就是这些 民国时期的大的电视明星 全名字都是改的 一定要改一个朗朗上口 要有特点的 便于别人记忆的 你看我们现在这演员啊 咱就别说人了 现在这演员名字起的都挺好的 那么我将来啊 如果我老了没事干 我自个儿开一门脸 弄一取名斋啊 每天谁要来 每天给一个人取名 不能给多了 给多了这个取不过来 来了人以后挂号 跟人聊 聊你的拔字 聊你的这个 这个前世 聊你的爱好 最后给你的孩子取一名啊 当然肯定要收费 不会高收费啊 这取名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啊 为什么是一辈子的事 你这个名字要跟你一辈子 你不能老改名字啊 也许你给孩子起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啊 这个好名字能给这 伴随着孩子一生 给他带来美好的